心來 無感恩 忙靠 浮光投影搭配經典歌曲 五光十色的舞台人生再次重現 社場天王諸葛亮 傳一期一生精彩落幕 現在又以展覽形式 開啟另一段旅程 朱大哥年離開 我們其他集團一直都在 那我們用我們一家科技的方式 比如說有些VR的呈現 或一些浮光投影 甚至於朱大哥以前 很多部位人知一些相片影片 還有他的唱片 展覽一共分為八個區域 不只能看 能拍 還有許多互動巧思 可以把思念化為星星 送給遠方的他 或是跟天王的歌聲 來個雙人合唱也沒問題 為何我看天的日子 這些都是諸葛亮大兒子 謝順福親手策劃 展覽就選在他長眠的園區 12月6號開幕後 每天都吸引大批粉絲包車來參觀 雖然他現在已經不在了 他是換一個方式 再跟我們一起同樂 一起帶給我們歡笑 他是我的偶像 覺得很開心 然後這樣子也很好 對他來講應該也是最好的 諸葛亮的永恆時代展 預計12月底會再開放VR體驗舖 結合最新科技讓萬秀天王 用另一種形式重返舞台 繼續帶給本體的精細 記者胡志欣 劉浪亨 七龍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